这是我认识中打赢最贵的一个黑白A4纸 好感哦 现在预计一个11点半会到那个巴士长 可是我们巴士是11点40分出发的 现在几点了? 现在11点32分 耶今天天气真好 可是也是离开的一天 今天我们要坐长达8个小时的巴士 去波兰的关高 所以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巴士站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们要先带1个小时的火车去巴士站 因为它是在市中心 我们在郊外 今天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旅游日 我们那时候从布拉格大火车去Berlin了 可是那个火车是需要打印那个票出来 然后我们去布拉格打印这个票 这张火车票 然后你猜多少钱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随机看到有个店写购买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打印 然后看到它的牌子写 打印一张大概10美金左右 打印完后 他跟我讲一张是一块多EUR 然后 微信到 就是他们有一种系统 然后你可以自己打印 可是你需要用那张卡 所以就是花了一块EUR去打印一张这样的A4纸 这是我人生中打印的最贵的一个黑白A4纸 所以建议你要打印的话 最好是先问家钱 不然的话 最好是选那种不用打印的火车或者巴士 比如Flipbus 浪费时间跟金钱 OK 现在我们要搭下一个地铁 因为其实 我们的时间 有点赶 不知道能不能够准时的到 好赶喔 现在 预计一个11点半会到那个巴士站 可是我们巴士是11点40分出发 希望他没有延期 现在几点了 现在11点32分 然后我们的巴士11点40分 应该赶得急啊 要赶得急 有点穿啊 就在那边罢了 OK 走 走 走走走走 是这个啊 哇 终于啊 啊 有点湿湿 好赶的 有点湿湿 好赶 好赶 谢谢 我们很幸运,刚刚好到 如果刚刚那些活动有一点迷惫的话 我们就迟了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大巴士去跨国还是跨城 你们记得最好是找15-30分钟前到 因为多数的票是不会跟你讲 在巴士站的哪一个平台等 就变成你要问,然后你要找 这些会花一个10分钟的时间 很准时啊,10点40分他就走啊 幸运啦 我们是最后一个上巴士的 我们会从德国Berlin出发到波兰的Krakow 所以它是一个8个小时的巴士路程 祝我们好运吧,应该都是在巴士山睡觉 这是Berlin的京厂 我们现在在波兰的罗库 然后还有10个小时 才可以到我们要去的Krakow 好 啊,哎呀 终于到Poled Grakow了 到了8个小时半的巴士 屁股都要烂掉 然后现在已经是 我们要去的 我们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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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你就在去前面啊 对啊 现在才7点多 就感觉上好安静的这条街 不过我们 站到Tram了 OK 现在我们要去找哪里买票 哦 安静 买了两张 单程交通票 很惊吓的系统 下轮停的系统它上面有 显示 它有多久那个火车就到了 所以现在来到了Kwakao 然后发现它的交通没有像 大城市 这么平密 但是可能你错过一辆就要等10到20分钟哦 还有我们去Berlin啊 Flag啊 一下子 一下子差不多每个5到10分钟就有一辆了 所以一错过就要20分钟 20分钟一辆 不过它是挺安静挺 没有人的一个城市 一样 柏兰在Tram上面可以买票 KWakao 20分钟 tram 20分钟 如果有水分的车就再给你 多久 那是买票 前天都是我拿着相机 你还要我拿这个 要我打盘 我不能跟这样给我收出来 OK 我们现在赶去超市 因为现在已经9点了 超市9点半就关 等一下给你们做room tour了 这就是我们Krakow的住宿 一碗是大概90到100块马币 所以其实这个房间是studio apartment 我们来了餐具应该都是很秘全 是呀 它的厕所好大间哦 对 就是很标准的厕所 还有一个洗衣机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room tour 每天我们就去explore Krakow 这个地方 那这个二龙有一个小传说 这边的夕阳更漂亮 我打算退休在这边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Krakow X 因为我们住了很多欧洲的房间 都没有那个挂了 所以每次要一个手 等一下要这样洗头 蛤 很难洗哦 这样子 我是喜欢这样子的浴室 哇 看来很满意啊 以后我讲一下这样子了 哇 那个pen和pot也生效 刚刚好了两个人 嘿 我的厨师来够了 他一用啊 有什么储具他都用到完的 我会失一轮 这一集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 接下来 接下来 点赞订阅 问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